別在這自取其辱了 那我們就走著走 這款槍戀雲管天空之心 是賀家賀雄雄小姐 好玩三年打造了七星 誰用的緊急鑽石鑫 每輪每換富貴敵人 起拍價五千萬吉利 每次叫價不得比五百萬 這麼貴 賀雄雄起拍價五千萬 你也太勢力大開口了吧 等一下沒有人舉手 太丟人了 六千萬 這怎麼可能 七千萬 一個億 一個億一次 這相關我要定的 五個億 五個億了 放心 五億還早 都別跟我搶十個億 我還就跟你搶了 十一個億 十一個億 十一個億一次 天啊 這十一個億啊 這怎麼可能 十一個億兩次 十一個億三次 成交 讓我們恭喜這位仙人獲得天公之幸 各位承讓了承讓了 各位貴賓 地豪拍賣會 就是結束 多謝了 來 是 什麼 你走哈 你盛丁作品拍了10个亿 那你以后可不得了了 哎 既然真的拍出了10亿的空间 那也不信 这可能是梦 这不是梦 当然是在过梦 王轩 你跟我的赌约是你输了 按照约定 你以后不能再纠缠我了 哎 你赢了怎么样 双方怎么优秀 你是被我上罐的 王璇 聽你的意思是要毀約了 是的我就算毀約 人家腦袋怎麼樣 你這麼腦袋 根本是沒有叫做說 就是就是 雙雙現在可是能設計出實藝術 一個月有三天的外賣員 你配個聲 說的沒錯 葉一凡 你如果真的想為你算算好的話 你趕緊給他平衡別反骨他 你們在胡說什麼呀 一凡從來沒有耽誤 小小今時不同晚日 你現在可剩下十個月的客家現金 跟著一塊賣員是沒有未來的 媽 要是沒有他鼓勵我參加拍班會 你搞定邀請他 我怎麼會有今天啊 你們不要再說了 我這輩子都會和他離婚的 周桑看來這技也不是發抖了 我今天話題太大了算了 你飛去 不信啊 我們怎麼說 真的媽媽說比較痛 你怎麼說是誰 你怎麼這麼喜氣啊 兩個給你收 一凡 有了這十個億 我就再也不用收賀家約束 和你分開了 走 我們回家休息好 我們明天繼續復元 好 好不好你先去 我去上去吃點 你這件事 就是你 這次的事情 你辦怎麼算 天空之星天留給你 我上寶 是是是 謝謝葉先生 給我手杯一個月彩禮 現在就是賀家 賀家老太 你笑一下 只要拿接住他 我就不相信 取不了賀雙雙 是 哎呀 這賀雙雙怎麼回事啊 居然還讓奶奶等他 也太不笑了 魚燕 雙雙昨天剛將天空之星 拍賣了十個億 更何況前些人是那麼辛苦 現在十個月賭月已經解決了 稍微多睡了一會 怎麼就不笑了 哦 那你的意思是 他拿出十個億賭月贏了 就能讓奶奶等著了 你夠了夠了 別吵了 我看啊 魚燕說的對 他賀雙雙是故意 翅膀硬了 就是 他賀雙雙能派出十個億的高價 這人家還不是看在我們賀家的面子上 什麼叫看在賀家的面子上 蔡雙明明是靠自己的才華 還有什麼才華 沒有我們賀家 他連一百萬都派不出去 老夫人 王家大少來給我們大小姐送聘禮來了 什麼 哎呦 那快快有請快快有請 老夫人 我來給雙雙上聘禮了 金元寶二十丁 黃金手作一對 一千萬現金 頂級珠寶 以及公司股份 總計一個億 哇 一個億的聘禮 不知這一個億的聘禮 老夫人夠不夠 夠 夠夠 哎呦 王少啊就是闊錯 我們雙雙啊能嫁給你啊 真是他的福氣 哈哈哈 這福氣給老夫人你 要不要啊 哎呀算是啊 你不可算來了 怎麼能讓奶奶等這麼久呢 抱歉 昨晚太累了 得多睡了 別說這麼多 看看看 我帶上的聖禮給你 總有一個億呢 媽 我不是說了嗎 除了葉一半我誰也不嫁 這可有不得你 奶奶 我們之前列下的十個億賭約 現在十個億我拿出來了 按照賭約 以後客家再不得已強迫我做任何事 這十個億我收下賭約的事就此之費 老夫人 你這是什麼意思 你想毀約 什麼毀約 我身為長輩 我有權做我孫女婚姻的主 奶奶 你怎麼能牛無信呢 我不服 怎麼 你要五年長輩嗎 我 說說 你看我對你一片尊心 我還拿出了一個億的聘禮 接著你嫁入我們王家 我們王家資產全部都給你管 這你還不願意嗎 是 我不願意 哎呀雙雙 王家家大業的 王大師看中你才讓你管家 你再考慮考慮 沒什麼可考慮的 我和雙雙 不會離婚 王軒 天陽何處五方草 請你高材貴手放過 哎呀媽 雙雙不願意離婚 要不然算了 賀雙雙 我王軒今天都這麼低三下四的跟你說了 如果不把賀雙雙嫁給我 今後 我們王家 絕對不會放過你們賀家 奶奶 王家家大業大 要是針對我們賀家出手 我們賀家哪還有活路啊 這 王大嫂 稀弄稀弄 這件事我一定會辦妥 來人 把他給我丟出去 等等 奶奶 我已經嫁給了葉怡凡 何況 我跟他已有了夫妻之事 你們誰也別想分開我們 什麼 你跟這外賣都有了夫妻之事啊 對 所以這輩子我認定他了 你敢玷污我的女人 你完了 來了 我突然就打 王軒 你三番五次基於我的女人 該打的人是你 行 你個廢物算個打我 打的就是你 行 你們賀家好樣的 王軒從小大大沒吃過這麼大了虧 你信不信我這個電話 立馬讓你們賀家破產 王大嫂息怒啊 奶奶 快點如臭書外賣的道歉啊 何双双 你還不讓李亦凡給王大嫂回家道歉 還愣著幹什麼 你真想拉賀家 因為你們破產嗎 我 王軒 我給你道歉 我不要你的道歉 我要這個臭書外賣的下回道歉 並且跟你離婚 道歉 我為什麼要道歉 該道歉的人是你 你說什麼 我說讓你道歉 敢不道歉的話 我就讓你們王家徹底消失在北城 你是被我嚇傻了嗎 都看著胡言亂語了 葉怡凡你就不要在京東王大廈了 趕快跪下道歉 趕緊跪下呀 你非得要賀家破產 你們才開心嗎 月末 你放心 我不會讓賀家出事的 但是 我也不會給王軒這種人道歉 明晚不理 王大廈你別生氣啊 我們馬上給他丟出去 和你商量婚期的事情 關一下 把他給我丟出去 保鏢 你們跟著一起上 把他給我打殘 別別這樣 瓜哥你就乖乖跟我商量婚期 不然我可不能幫他用 不要不要動他 我我答應你就是了 早上要不就好了呀 不過他丟過了你 王大廈 你們別鬧出人命了 不然大小姐 是不會同意 跟王大廈結婚的 臭松外賣的 還敢鬥麻王大廈的女人 還惹怒王大廈 你這次徹底栽了 管家 召集人手來賀獎 順便 讓王家覆滅 你個臭松外賣的 現在就我們兄弟兩個人 你沒必要在我們面前演戲啊 乖乖伸出脖子 讓我們宰了吧 等等 什麼 你還有這麼一言 你們也是封命行使 我不想為難你們 給你們一個機會 讓開 哈哈 臭松外賣的 他瘋了吧 他給我們機會 行了 別跟他廢話 我們趕緊辦事 不然吃不了兜子住手 兩個混蛋 叔父大人 您沒事吧 沒事來的剛剛好 把這些人帶走 其他人跟我進去 敢欺負我老婆 我要讓姓王的付出血的代價 是 帶走 王學你放開我 你再不讓人放了我老公 我是絕不會嫁給你的 賀爽爽 你記住你現在是在求人 你這是求人態度嗎 王學放了我老婆 師傅 你沒事吧 我沒事 一般你好大的膽 你敢踹王大嫂啊 臭松外賣的 你敢踹我 你不要以為你叫來這些人 我就會怕你 你信不信我一個電話 讓王家分散你 王學 你們王家已經負面了 你拿什麼封殺 你在說什麼鬼話 王學 你可認得我 您您您不是 全首富身邊的夜管家嗎 算你眼不住啊 你好大的勾搭 得罪我們首富大人 如今你們王家已經覆滅 你還有什麼可說的 你你說 你以為首富大人 沒錯 你得罪了我們首富大人 現在留你一條狗命 已經算你走去 我還不夾著你的尾巴給我滾 好好 一般 你真的是請求首富嗎 嗯 之前因為你太害怕了 所以一直在告訴你 沒事我不怪你 哎呦快快快哎呦我首富大人 我們有眼無珠 我們錯了 求你別滅了我們賀家 這次看我老婆的面子上 就饒了你們 但是我老婆在你們這受盡委屈 從今以後 跟你們賀家斷絕來往